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开玩笑的 一字头 我好好想一想 四个月前杨明一字头 谁叫你买 谁叫你买 我们四个月前讲什么 封关前一月份 2021主流什么 开宗明义首当其冲就是航运 所以那时候杨明在一字头 全国同学 打包打一下 杨明一字头 今天六字头 所以说赚钱有什么问题 赚钱的关键是什么 你要跟他做 你要跟他做 大无筹码泄露天机 大无筹码给你事前的规划 事前的推荐 事前的分享 你要去执行 你不要说一月份跟你讲航运股赶快重压 对不对 当时我讲一个东升的大姐 还打来恰恰 你们张老师航运股不入流 不入流 那你要怎么赚钱呢 是不是啊 当时杨明跌到一字头 今天六字头 你是不是一百多万变六百万 全国同学 当时长龙海运三十块 今天七十块 很快又要八字头了 这都是这三个月来 全国同学你亲眼见证的 张老师不是事后跟你马后跑 元月份苦口婆心 封关前苦口婆心 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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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们已经讲了嘛 股市赚钱没有问题 你要锁定主流 很多同学很可爱 张老师我知道主流是什么 台积电 国具 这么简单 今天网路我看一个笑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朋友传给我的 这很有意思 他说去年 对不对 去年股市一只大涨 去年散户 一只大涨 这个这个 有一个广告 有一个小妹妹骑甲车压到阿嬷 说阿嬷你怎么没有感觉 你干嘛 那去年散户一路大涨 去年散户都没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去年散户都没有人买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从四五百涨到六百七十九 那今年一月份以来 导播打一下一月份以来 大盘K线 大盘K线 一月份从一万五 你看 涨到一万七千三 那去年散户 台股从八千涨到一万五 散户都没有感觉 因为散户都没有买台积电 那今年台股从一万五涨到一万七 散户又没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散户都在六百七买了台积电 我跟你讲 这网络一个笑话 我看了 对吧 今年一万五涨到一万七 散户有感觉吗 都没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一月份都跑去买半导体 都跑去买被动元件 来打一下台积电 一月份 每个都买台积电 六百七都买 今天五百多 还在五百多 一月份每个都跑去买被动元件 国具 来看一下国具 六百四 今天还在五百五 十张赔一百万 所以今年台股大涨散户又麻痹了 又没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元月份都跑去买半导体 跑去买被动元件 你当然没有感觉 为什么 你买错主流了 所以张老师为什么封关前 要跟全国同学呼吁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只要认真认真认真 看张老师节目 我哪一次不在 事前跟你事前再三的叮咛 我就怕你们买错主流 买错主流 就跟这个男人怕选错行 对不对 女人怕嫁错狼 你选错行就没救了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所以封关前你要是不懂得买航运 不懂得买比特币 不懂得买miniLED 封关前你是要是跑去拼命买半导体 买被动元件 那你是这涨两千多点 你是完全 完全 不能说没有感觉 其实很多人追星光很痛啊 涨两千多点还赔钱 而且更夸张的是买的都是好股票 对不对 这就是再一次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你买错主流是没有用的 涨两千点三千点 你照样赔钱 所以常常很多投资人很可爱 盘中 有时候跟我通电话 有时候讲一讲 张老师我要去忙 我都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我都故意 我说你要去忙什么 我要去看盘 我说我拜托你不要看盘 你们看不懂的嘛 你看得懂吗 元月份全中安民国 谁告诉你航运国会大长 杨明当时 对不对 跌到一字头 谁跟你讲会大长 叫你买你还骂我了 我跟你讲 对不对 有个东升观众大姐打来骂我 张老师你航运股不入流 那你说他不入流 那今天呢 从一字头 二字头 三字头 四字头 五字头 今天六字头啊 我跟你讲 对不对 这都是你们一月份看不起的股票 就今天俩工啊 发疯了 涨了三倍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对不对 盘你们是看不懂的啦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筹码结构嘛 你不懂大户筹码结构 你就永远永远搞不清楚大户在干什么嘛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封关前我们讲得很清楚 主流航运 比特币 miniLED 来导播打一下封关前 阳明海运 从一月份 你自己看了 一字头涨到六字头 我今天没有跟你说 我今天没有跟你多说什么 我只告诉你 航运股我是在一月份 请全国东森同学赶快进场去买 你不买你会很后悔 今天六字头 对吧 阳明 长荣一样 一月份三字头 2603 今天七字头 很快就要八字头了 你不要意外 那封关前跟你讲 比特币 2376来计价 你看嘛 从七字头 七十几块涨到118 再来跟你分享 miniLED农创 来农创打一下 封关前 二字头 涨到四字头 每一档都让你掌握 大波段的行情 好 那你原月份 你错过了 阳明 比特币农创 没关系 我三月份跟你讲什么 对不对 这航运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那你原月份 错过了航运股 涨了三倍了 我三月份跟你讲什么 电动车嘛 Right 跟你讲存安 来导播打一下三月份 存安 从三月份 你自己看嘛 三月份多少 四五十块 涨到七十六 是不是四百万 变七百多万呢 有问题吗 是不是又一个大破断行情 是不是一档接一档 那你错过存安的 再来跟你讲什么 滑金科 那导播三零五九 滑金科 看一下 从三十块 涨到四十八 三百万变四百八十万 够不够 你没有亲眼看到了吗 真的是一档接一档 苦口婆心 好 所有原月份 封关前 你错过阳明海运 错过比特币 错过农创 迷你而低 三月份又错过了存安 滑金科 大破断的行情 没关系 我从四月份 跟全国同学讲什么 我从四月份跟你讲什么 四月份以来 开始全市场开始发疯了 船产了 航运了 你不觉得你太慢了吗 你比我的同学 整整慢了四个月 好 我四月份 是不是再度苦口苦口 苦口婆心 没有赚到钱的 请你赶快跟上脚步 半导体 未来社会大长 张老师哪一次没有试钱 带你进场 带你上车 带你布局 原月份 我没带你买阳明海运吗 我没有带你买长龙吗 三十块长龙 我有没有带你买 一日投 阳明海运 我有没有叫你去买 全国同学 你自己摸摸凉心 这一波 你错过航运股 涨了三倍 错过电动车 大涨 对不对 五层六层 四月份 我告诉你 赶快机会来了 半导体 半导体很多 对不对 半导体很多 我就带你锁定这档 所以你就看张老师 做人处事 我不是跟你在那边 每天节目中 跟你讲了十几档 二十档 三十档股票 现在很多头顾老师 都玩这种游戏 你去参加 怎样怎样 对不对 就送你研究报告 然后股票上面 一写就是十档二十档 你拿回去以后 你买哪一档 十档二十档 对不对 很多节目 每天就是 每天节目就是 对不对 五档十档 然后一天五档 十天不就五十档 对不对 送你一个研究报告 上面一写 就是推荐十几档 二十档股票 事后里面有一个涨 你看 你看很厉害 我不来这套 我从四月份 我就只带你锁定 半导体 细晶圆 涨价商机的 就是他六开头的 我想全国同学 你都已经 从四月份 你又亲眼见证了 就是他四字头的 半导体细晶圆 四字头的 只有他 没有别人 我跟你怎么讲 我半导体 今天需求强劲 细晶圆 对不对 用量大幅提升 整个半导体 涨价商机 两个礼拜前 四十多块 全部同学 结果呢 四月八号 强攻涨停 还在四十多块 上礼拜 杀回四十三块半 我是不是再度呼吁全国同学 打回来四十三块多 你赶快买啊 还要涨 还要大涨 昨天呢 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 对吧 钱高五二点七嘛 昨天有没有大涨 创新高 上礼拜 跌为四十三块多 全国东森同学 亲眼见证 我是不是盘中 带着所有同学 拉回来 你赶快去买啊 再加码 昨天五二点九 来 今天精彩了 今天大盘涨还跌 你告诉我 今天大盘涨还跌 全国同学 今天他发生了什么事啊 自己磨磨良心嘛 我从两个礼拜前 告诉你就去重压这档 就对了嘛 就一档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 我相信你们看节目 看太多了 每天从找到 到晚 有哪一个头顾老师 节目中只讲一档股票的 对不对 叫你重压 就是这档 我没有给你什么 又环球金 又什么 中美金 什么一大堆 我不来这一套 我说没赚到钱 你买它就对了 两个礼拜前 从四十二 对不对 拉回四十三块半 再加码 昨天五二点九 再涨停 今天呢 第几只涨停 全国同学 你自己讲啊 两个礼拜前四十二 到今天 你自己告诉我 涨多少 从四月份以来 到今天涨多少 今天四月二十一号 是不是又让你将近 掌握到将近四成的 一个涨幅 四成 一个月不到 两个礼拜前 一个投资人 很可爱来找我 股票十几档 蛮有钱的 十几档 算一算 大概有九百多万 有九百多万 我看了不看 有什么台积电 国具都有 被动员件一大堆 十几档 我跟他讲 全部卖掉 全部卖掉 老师你怎么搞错 国具台积电 四月份 全部卖掉两个礼拜 我全部去中压 就是他 四十几块 他八百多万 买了 对不对 全部中压 很简单吗 一百张四百多万 两百张吗 全部就是他 上礼拜又跌到四十多块 哇 好紧张 我问你怕什么 再买 两个礼拜前 来导播打一下 从四月份 四月份 两个礼拜前来找我 有什么台积电 来看一下台积电 从四月份就好了 四月份 再大一点 四月份 大一点 四月份 你不要跑到三月 对不对 两个礼拜前 六一九 所以换句话讲 你两个礼拜前 你台积电继续报 你到今天五百九 你告诉我 你赚钱了吗 又跌了快三十块 这就是操盘的功力 他两个礼拜前来 不来找我 还是报台积电 你到今天 你还是赔钱 两个礼拜前 国具再看一下 二三二七 两个礼拜前 五百九 今天五百五 再跌四十块 所以这四月 两个礼拜前 他不来找我 你还在满手台积电 还在满手国具 你今天 我跟你讲 你还在套牢 但两个礼拜前 来找我 十几档股票 全部卖掉 八百多万 重压 两百张 两百张 到今天 涨了将近十五块 是不是三百万呢 是不是三百万 我再一次 带你们亲眼见证 怎么操作 两个礼拜前 你有八百多万来找我 重压两百张 你到今天 八百万 是不是看到三百万 就这么简单 两个礼拜前 你有四百多万来找我 一百张嘛 四百万 到今天 是不是看到一百六十万 全部同学 四百万 是不是一百六十万 我还没讲你融资 所以赚一倍 有很难吗 你要融资的话 是四成 两个礼拜前 你来找我 你用融资去买 一百张 只要一百六十万 听到没有 一百六十万 用融资的话 你只要一百六十万 买一百张 一百六十万 到今天 就是一百六十万的获利 是不是整整 不到一个月 赚一倍 赚一倍 再度 张老师 再度地让亲眼见证 怎么操作 怎么获利 你四月份以来 你还在那边 哎呀台积电 我舍不得 哎呀国具 我舍不得 对你舍不得 你一百六十万 赚还到一百六十万吗 用融资一百六十万 赚一百六十万 是不是一倍 你现股四百万 到今天 是不是一百六十万 也赚四成 所以张老师 再度让大家 亲眼见证 赚一倍 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要 懂得锁定嘛 你不要 股票摊开 还在十几档 这个两张 那个三张 那个两张 我跟你讲 你搞到最后 你还是满手套楼 我们全国同学 很清楚 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手中 就是权力重压 就是这档 到今天还在供涨厅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是不是 大家再度见证 四月份以来 再度再度见证 半导体涨价商机 又送给你三支涨厅 将近四成的一个涨幅 所以赚钱 真的不是问题 所以到目前为止 手中套牢的同学 还是很多 我很清楚 你还是舍不得卖 你不知道怎么调整 没有问题 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 张老师带着大家 亲眼再度见证 半导体商机 四月份以来 又让你掌握到 将近四成的涨幅 还没有赚到钱的同学 不要难过 不要气馁 今天请你 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跟上我们这一波 半导体涨价商机 整个大波段 获利操作的行情 赶快拨电话进来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回来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恭喜所有东森同学 张老师的话 你可以不听 但是大户筹码的话 你要乖乖听 好不好 锁定锁流 享受大波段获利 封关前再三再三呼吁 航运航运航运 杨明从一字头 二字头 三字头 四字头 五字头 今天已经六字头了 全国同学 涨了三倍了 很夸张吧 这是张老师四个月前 苦口婆心 请同学重压的股票 长龙一样 从三字头 四字头 五字头 六字头 今天还七字头了 我跟你讲 八字头什么时候来 问问自己 不要问我了 好不好 我懒得讲了 那再来比特币商机 去年错过金银 涨了快一倍 对不对 技嘉 从八十 九十 一百 一一八 冯高一样把握获利 再来mini也有一滴 对不对 这个从去年 农创二字头 对不对 拉回二十八 还是买 攻到四字头 又大涨六成 那错过农创的 是不是跟你讲 这档六六大顺 从一一六 攻到一三一 十五块 获利一趟 上礼拜拉回一一六 再买一二六 一三四 一三七啊 你看多开心啊 又涨二十一块 昨天是不是 十张二十万 二十张四十万 逢高 怎样 不啰嗦 获利 就这么简单 那从四月份 已经告诉你了 错过阳明 还斩钉截铁 就是他 没有别人 别人我都看不上瘾 我跟你讲 就这么简单 这就让你亲眼睁睁 大乌筹码的功力啊 对不对 我叫你买什么 环球金啊 中美金吗 我没兴趣 告诉你赚钱就是他 所以张老师 做事就这么简单 上礼拜很多新同学 来参加 对不对 有四百多万的来 我就跟你讲 你去买一百张 有八九百万的 你就两百张 就是他 所以上礼拜很多同学来找 股票十几档 二十档 不啰嗦 全部卖掉 你就去压他 对不对 上礼拜的四多块 有四百多万 你就压一百张 有八九百万 你就两百张 就这么简单嘛 结果呢 涨停 是不是 拉回来上礼拜再买 昨天再涨停 今天呢 全部同学 请你自己回答我 今天台股 重挫一百二十一点 张老师四月份 带你锁定的半导体 今天 有让你失望吗 有让你再掌握到 大破端的获利 有没有 自己讲 所有从四月份来找我的 对不对 哪怕你是上个礼拜 再来找我 都一样 四十三块多 今天五十八 你跟我讲一百张 是不是 一百张多少钱 一百张就一百五十万 一百张就一百五十万 一百张多少 也不过四百多万 四百多万你要知道 用融资的话 也才一百多万 所以你上个礼拜 用融资买它的话 一百张一百多万 今天一百五十万 赚一百多万 一倍的活力 赚钱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主流是谁 你到今天还搞不懂 还在满手 被动元件什么 金元代工 你要怎么赚钱 你还是套了 所以你们看不懂盘 不懂大五筹码 那没有问题 那很正常 对不对 张老师搞了四十多年了 所以不懂来找我 好不好 那四月份 大家再度见证半导体 是不是 又让你掌握到 将近四成的涨幅 所以这一波 半导体涨价 大波段获利操作 的目标价 对不对 目标价到底在哪里 请全国同学 真的还没赚到钱的 请你务必务必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明天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赶快跟上脚步 掌握到大波段获利操作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们 很有本公司 按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价 证券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支付投资风险 证令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